欢迎大家收看国恒天讯的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新款iQOOBAPO 我们来个开箱 今次的机背不是玻璃 换上素皮 这款是赛道黑色版 另外一款传奇白色版 是和B&W合作设计的 机背也是曲面设计的 整个中框都是暗牙黑色 好像碳纤的颜色 很神秘 镜头的设计 有三个镜头 稍后我们再试一试 盒子里面配件有一个胶套 还有一个120W的有线快充网牛 0-118分钟 这部机还支援50W无线快充 0-142分钟 电话内自4500电量 配备了后置三个镜头 其中之一的卖店是它的防守震 就是微云台防守震 防守震的效果是相当出色的 主力是有5000万像素的 用上Sony最新的IM-X766V感光 sensor 其次就是它的超广角 有4800万超感光广角镜头 即是拍野景都可以 因为它是超感光的 用上当年的 旗舰感光 sensor IM-X598 最后就是长焦镜头和人像镜头 人像镜头是60mm 当你拍软镜的时候 它也有OIS防守震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这部机的防守震 IQ8 Pro的显示效果是很漂亮的 它是2K视网幕螢幕 即是2K解像度 再加上它有517PPI的像素密度 显示的像素图案是很细致的 517是一个很高的 一个数字来的 超高 而且它用上最新的自发光OLED材料 就是E5 E5比起E4 又更加闪电 更加有效过蓝光 6.78吋 两边是微曲 如果你想买直屏幕 记得买iQ8 就是直屏幕 iQ8 Pro的屏幕 是可以做到无级变速刷新率的 它可以根据显示的内容 由1Hz至120Hz 是自动帮你切换的 无级变速刷新率 可以做到省电 如果你看打机的时候 它会推到最高120Hz 平时文书的时候 它会用低晶效果显示 就可以省电 以此它的解锁方案 是用上超声波解锁的 是3D大面积指纹解锁的 0.2秒就可以做到这个解锁 而且解锁面积是很大的 可能整个范围都可以解锁的 这是第一次用在iQ系列上的 超声波解锁 还有是大面积 手机性能 也是用上最强的铁三角 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一版 即是我的手机 这一版 是用上这个晓龙888加的 最高是12GB RAM 你用上这个内存融合 是有16GB RAM 这一版是顶配版 有512GB ROM 绝对够用 而且是用上UFS 3.1 都是最快最快的 有用开iQ的朋友 可能已经留意到 它的UI是重新设计的 是大icon 可以用上方式 可以用上相机 这个是设定 这个是相簿 这个是相簿 大icon 设计 这里拉上去 好像也有东西 我记得 不是 用压头拉下来 就显示到 这个画面 还有它的UI 有这个桂桶 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 对了 对了 iQBAPO 在游戏显示方面 都落足功夫 它是内置了 这个独立显示 芯片 当你进行 这个游戏模式的时候 即是在打电话的时候 它可以减轻 减轻GPU 那个 那个 负担 从而发挥 这个 独立显示芯片的 效能 简单来说 就是提升了画质 以及在高精的 场景下 它可以做到 这个精率是稳定的 在音质方面 iQBAPO 手机是支援 立体声商喇叭 听筒都会当一个喇叭 如果你是喜欢听MPV的话 这部机 是内置了HIFI晶片 CS43131 有HIFI晶片 和没有HIFI晶片 声音是很大分别的 最后 如果你买这款 掃皮板的好处 就是你不用 你不用 进入这个机套 这个可以当这个机套 这样用的 就是你 个人喜欢 都是黑色 都是遮骗的 遮骗的 NFC 也是有的 手机已经介绍完毕了 想购买的 可以联络我们 清衣各行电讯 WhatsApp的联络 number 是97964328 97964328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